大家好 莎姐 今次會說有另一個災害來的 我想不會來到香港 但已經接近中國 就是黃蟲 好像是從東非那邊飛飛飛飛 然後已經殺到非洲、孟加拉那邊 總之是殺到印度 現在就說不知道距離中國還有多少 有多少距離 現在距離我不知道 理論上如果坐飛機就不太遠 我不知道黃蟲飛得快不快 他們說是很大批黃蟲 他們一天可以吃了什麼 不知道一天的糧食 再吃了2500人的東西 總之對農作物很慘 你知道非洲那邊已經是寸躁不生 再加上他們那群這樣的黃蟲 不是那隻 只是那隻飛得那隻 現在已經是去到印度那邊 印度和中國距離大家知道了 現在很多視頻都會報導 但有一個很好笑的視頻和大家分享 他不是開玩笑的 他真是中國的視頻那些 他真是報導這件事 但他都說其實中國不怕的 他解釋了兩點 他說如果那些黃蟲是去青藏高原那邊過的 他都說青藏高原不是吃素的 他說青藏高原是一個很嚴苛的高原 他說長期都很多時候冰封 他說青藏高原不是吃素的 因為用普通話當然是打得好一點 你覺得青藏高原是吃素的嗎 他說只是那個氣溫已經足夠令那些黃蟲去死了 因為他是沙漠那邊來的 另外就算有流亡資源經越南那邊飛回中國 他說你都不要看小大食國的稱號 他普通話說得很好聽的 因為我現在是廣東話 他說你都不要看小我們大食國的稱號 他說看怕都不輪到廣東 就已經在雲南那些地方 就已經幫他殲滅了他 就已經被殲滅了這群黃蟲 真的挺好笑的 他說得挺好笑的 還沒輪到廣東 雲南那邊就已經搞定了 他跟著說 那邊某一個國家的那些日度 他說其實他不需要找美國 不需要找美國買機器 或者是買一些農作物 只要讓中國人過去 就會幫你搞定那些黃蟲 是很好笑的一件事 這個不無事實 但他說出來這件事是特別好笑的 我想大家笑一下 開心一下 我經常在這段影片 這段影片的這一段 真的很好笑 前半段都主要是說一些政治少少的東西 就是關於黃蟲 影響到印度和美國的政治 這件事 這個就關我的事 對吧 那我就說這段 讓大家開心一下 另外一件事 也是想和大家開心一下 駱惠寧 好像昨天 我不知道Gobi哥的影片 應該是剛剛上的 你可以看一下 他的影片 駱惠寧去了幾個很重要的地方 那幾個公司是影響了我們香港市民的 應該是那幾個公司做的事都直接影響了我們香港市民的 整個民生運作 就未必是香港 他去了蕭商局 就影響了糧食等等 去了華潤 就影響了雜貨 石油 就是中發石 就影響了石油 然後還不記得去了哪個 你可以看一下Gobi哥的影片 即是說 其實 他已經是整個民生 已經是一個小誤狀眼的齊 那Gobi哥就解釋了 他就說 這樣是告訴大財團 你疫症了 你要是放些東西出來 要不然 我都有能力 我自己就有另一個看法 他不單是跟他說 這個疫症的情況 我覺得 現在中國對香港的態度 就是 未必是想收緊 但他一定不會再讓你放肆 不會再讓你再聯絡去 但你要知道 在薩姐的角度來說 中國的領導人很厲害 你剛才看見他換了 又換了某些位置 換了某些人 你看見他 很多KOL 即是熟悉政治的KOL 都說 這些都是 習主席的親信 是信任的 不需要經過太多關卡 可以直接去到習主席那裏 他下了這些親信 第一 可以看到他對香港的重視 第二 亦都看到 他開始 下了一些 比較硬 因為 我想 無關到 他是不是想一國一制 應該這樣說 他依然是想一國兩制 但是 你因為林鄭 她的不作為 亦都說林鄭她的內洋 導致搞香港民生感 所以他一定要 可以押著民生的官員 可以搞得到民生的官員 對 陸玲還去了中文 變成金融都包含 他一定要押得住 可以搞得到民生 就取代 因為你林鄭 又搞不定那些人 又做不到事 他唯一就是 用一些有實力的人 去 教育中資 就是教育自己的人 叫他們做事 因為如果一個沒有實力的人 或者他在這方面 地位不是很高的話 他很難 聚到一班中資 或者聚到一班 國體的人 去幫他做事 現在他已經下定了 其實我覺得另一件事 不是說 給那些 那些大廠商 大財團體 我亦都可以說 這些叫做什麼 軟性戰爭 我覺得是一些軟性戰爭 亦都給高姿態去看 如果你再搞一會 我是有足夠的能力 去取代你 這個事實 你可能會覺得 莎姐很熟 你這麼有錢 怎麼取代她 就是她的PK 你怎麼取代她 你搞清楚 那些大陸貨 楊毛是出在楊身上 楊毛是出在楊身上 PK的貨 他有多少是大陸貨 如果是招商行 要跟他硬陷 如果中國政府 要擺明是跟他硬陷 你覺得他做不到嗎 只要扔錢下來就做到 還有這樣 PK拿貨 他拿多少大陸貨 不是PK有自己的品牌 你搞清楚 他的品牌 是不是大陸生產 很簡單的 你想想 我只要不讓 任何商人跟你做生意 或者不讓他 那些商人不讓他下命 那些商人是會聽 如果是中國人的話 他是會聽中央說的 那不就不跟你做生意 或者我抬那個價錢 你拿不拿得起 再不是你要在這裏 你要生產 你自己生產 要不然你就有本事 在香港自己生產 但原材料呢 你在哪裡來 你還是要去大陸來 但是我給你簡單一點 你在香港生產廁紙 你要多少廠房 香港地這麼貴 人工這麼貴 你要賣多少錢 才能賣到一條廁紙 除非你肯蝕 如果你在香港生產廠房 我不讓你生產 你拿不到批文 拿不到批文 沒什麼生產 你去到哪裡 你可以去柬埔寨 那些跟中國有邦交 如果他真的跟中國有邦交 好像柬埔寨總理 來了中國 疫情都來中國 如果他跟中國的關係這麼近 他不會幫你 但是跟中國有牙齒印的 你又去不起美國那些 那你如果其他 沒有邦交的 跟中國沒有邦交 你又敢不敢去開廠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很高姿態 就是告訴大家 如果有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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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還有阿公撐住 是給我們一個定心 的市民 亦都可以告訴那些搞亂香港的人 你不就乖乖的不要再搞事 我繼續給你們做生意 你依然可以一國兩制 你依然可以在香港賺你的錢 但是如果你再搞亂香港 搞到民不聊生的話 那I'm sorry 我會可能扔一大堆錢出來 或者扔一大堆人出來 去取代你 我覺得是這個消息 我自己覺得 是我姐妹如妹 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畢竟我覺得 在戰略方面 在行為方面 中國已經跟以前不同 是一個很懂得社交戰略 或者是一些顯示 一些叫什麼 主權 那些 他又不會直接說你 已經是很厲害了 我不知道怎麼說 但我知道大家會明白我的意思 所以大家其實不用擔心 我跟大家說 大家真的不用擔心 現在中國已經擔明 我忍夠你了 我已經擔明一個高姿態 我忍夠你了 如果你這樣的人 再搞亂香港的話 我就用我中資的力量 去搞定你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 我下一集先說 好吧 拜拜